好的 主播可以看到大批信眾跟拱天宮人員 塞爆通宵站的月台 搶著要記錄這歷史時刻 因為台鐵海線通車100週年 DT668蒸汽火車 特別牽引舉光號車廂 今天早上9點 白沙屯媽祖先從通宵站出發 繞行通宵市區 還到鎮公所進行祈福儀式 下午1點 媽祖在搭火車返回白沙屯 先帶您來看現場畫面 下午1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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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沙屯媽祖 台鐵海線百年活動 國王號現身吸睛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朝聖 而這班列車是在今天早上9點 從彰化發車 沿途停靠 追分站 清水站 大甲站 日南站 通宵站 以及白沙屯站 台鐵特別推出紀念套票 跟海線香味便當 慶祝海線全線通車100週年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